Lets Unbox! 我是刀鋒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就是 SIC CAMAND LIDAR AMAZON ALPHA 很多兄弟留言問阿刀為什麼這麼久都不開SIC 話說阿刀以前小時候就有很多SIC 基本上出餐都買的 但是太多意外發生了 因為以前小時候的SIC 經常玩換件、換裝 一玩就全部掉落地 而且它的膠經過多年的封箱之後 而且它的膠經過多年的封箱之後 基本上我手上的SIC 全部都斷手斷腳 所以對SIC都有點抗拒 但是事關於前幾天在大阪的類似 因為大阪真的一個人沒什麼好做 所以走百貨公司 就給它這個封面 嘩!漂亮得很瘋 又要說三次 很漂亮很漂亮的封面 竹谷龍姿 竹谷龍姿的設計 封面 死硬了 所以就買了這一隻 好像很多兄弟都有興趣 想看阿刀開的 哇!竹谷龍姿的造型 哇!好正喔! 但是呢 似乎沽寒了一些 只有幾隻手仔換 好了!不要緊 不要打擾大家的瓦慶 我們是J竹谷龍姿的造型 開了死人蓋 好!首先拿了本體出來 嘩!很多膠袋 嘩! 因為我有一段日子 也有五六年沒有玩過SIC 但是為什麼現在的SIC這麼輕 因為SIC裡面 其實那個是C字的意思 即是歌堅 即是合金的意思 那其實它的合金件在哪裡呢? OK 讓大家看看 看看前面 側面 還有後面的 哇!這些生物感 真是很漂亮的 那五個水 真的全部都是造型的 另外 深厚 咦!它用了一些 偏為紫色的 它不是用銀色的 還有人叔的裂痕 爪紋 全部都做齊了 另外看一條頸 哇!很多橙皮紋 哈哈!阿婆 那樣 另外呢 最重要就是 哇!哇! 哇! 大家看看它後面 它連舌頭都弄了 很刺激 哇! 哇! 很兇 好啦! 除了口感之外 當然身上也有很多關節 大家又試一下關節如何 首先 首先手臂 都OK 大腿 聲音很可怕 這些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 最容易爛 就是這些轉輪關節 時間久了就會很脆 希望這隻可以頂到六七年 我都可以收貨 還有一件事 剛才我說過 SIC裡面 C 這個盒金 最重要的盒金部分 終於被我找到了 原來就是 哈哈! 就是這一粒 哇! 謝謝啊! 這麼大粒 害怕死人找到 這個就是這次的盒金部分 所以這隻東西 真的挺輕的 另外 腳方面 建議大家不要亂拔 因為其實小時候 現在那些我真的不敢擔保 我小時候最容易爛 就是大腿這個位 整隻腳可以啪聲斷了 看到這裡 勒著勒著也不要再打擾它 免得又有卑捕發生 OK! 嘩! 整個氣勢出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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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完手之後 整個角色 翻回來 有氣勢很多 另外一件事 就是講SIC 當然就是講雕工 其實我見他的 膠質地 和造型 都不適合 像SHF那樣去大玩 都是擺設為主 雕工來說 我自己比較偏好竹谷龍之先生 他的東西 就瘋了很多 造型上很有個人特色 例如生快的東西 他表現得很好 我覺得竹谷的東西 會比安藤賢詩 所以這東西加了分 加上 益壓人縮 更加不需要說 只能給封面 吸引我去付錢 完全不需要說 不過呢 今次就比較省水少少 合金成份 就只有這塊東西 就沒有了 成身都沒有 又沒有 Effect Parts 什麼都沒有 因為他的Effect Parts 你需要買那個限定版 即是白色眼版 才會有些 爆風的Effect Parts 我覺得那隻 要成九百多元 我覺得就沒什麼需要 而且接下來 Omega 也是雲梭限定 不過 阿刀洗濕了頭 買了Alpha Omega也沒辦法 七塊就七塊 也沒辦法 如果還沒買的朋友 看完本集之後 其實都可以考慮入手 因為我看香港 其實貨量都很充足 價錢都合理 大家不妨可以考慮入手 如果喜歡這集內容的話 希望你可以like和shar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